我們現在就講一個新聞 可能大家都知道了 但我們可能從另外一個角度去講 大家都知道美國這兩天以國家安全的理由 公佈超級強硬的限制向中共銷售半導體 在占片製造持備的政策 現在這個限制方面非常之然的 這個細節何先生你可不可以跟我們觀眾朋友先講一下? 這件大件事 拜登政府現在準備要給中共國的半導體 就是整瓜它 整瓜它就是限制所有美國人 或者美國相關企業向中共國輸入這些晶片 它不是全面禁制 但是限制輸入晶片和技術服務 以致到美國人 他的美國人的意思就是US persons 包括美國人 美國企業 美國的實體不得向中共國 在未得到批准之下就提供這些晶片 這次拜登他向中共出所謂量劍 這個劍上面是傷滿晶片的 在10月7日就對於對華晶片的抄禁令 還有在10月12日之後就逐步落實 這次禁令是由美國商務部屬下很少人關注的一個部門叫做BIS 是工業與安全局去公佈的 美國商務部 他最初很低調宣佈 但是有震撼的內容 是美國對中共國整個半導體產業 進行一個全球範圍圍堵的策略 以往就是針對一些公司的 例如華為、中興 這次是整個行業 以前用實體清單 entity list 過去四年大家看這些所謂 實體清單就是受管制 美國受管制 就是管制這些行業去拿到一些技術的 由百多家就急升到今天五百多家 越來越多 就是美國一直都有禁止美國產品 未經允許出口到這些企業那裏 但是這次不是逐間公司跟你逐隻清 是批發整個行業 那麼很多科企 中共的科企裏面 得到這些特殊代議 所謂實體清單的 過去華為大家都很熟知 跟著有中興 中興還罰了巨款 還要容許美國的 科技監管人員入廠去監察它 就是要查它 那另外華為也都給美國 實施外國直接產品規則 即是所謂Foreign Direct Product Rule 將出口限制擴建到所有使用美國科技的 任何非美國產品 這次對中共的禁令可以說是由針對性的禁制 現在180度就改變變成無差別的圍堵 將原本只使用於華為身上的 外國直接產品規則禁令 擴展到所有中國半導體的企業那裏 也都不止半導體企業 凡是中共企業涉及半導體 要用半導體的技術服務 或者請一些半導體的專才 即是特別是跟U.S.人員有關 都不准做 即是中共任何用作生產半導體的設備 如果顯示到14納米以下的邏輯晶片 以及較高端的DRAM 或者是NAND FLASH 即是DRAM 和NAND FLASH的益體那些晶片 全部今後馬上生效 要得到美國特別允許 才可以出口到中國 最拿命的招集下面 任何的美國人 即是U.S.人員 包括六卡的持有人 當然美國公民就不在乎下 和美國企業 未經許可都不能協助中國境內 即是中國大陸 現在都應該包括香港的了 半導體集成電腦的發展和生產 是10月12日生效 現在一生效之後 大陸了 現在在中國的半導體的企業 以至到美國的企業都亡受損害 為甚麼呢 這次美國這招是殺敵一千 自選都可能500 根據香港的報紙 南華早報說 中國最大的半導體設備商 北方華創 已經通知了 美籍的員工 即刻停止參加R&D 在他的公司 因為這個 已經生效 12日已經生效 這個北方華創 當然是搞半導體的 這樣是一個毀滅性的打擊 都不要說 中國最大 中共最大的晶片製造企業 這個叫做長江泉主 它代號叫做YMTC 也都有三家的晶片供應商 馬上撤出 在長江泉主的鑄員工 這三家晶片設備商 是國際上很有名的 第一叫做Applied Materials 中文叫做應用材料 第二家就叫做科類KLA 第三家就是科林研發 叫做LAM LAM Research 就即刻配合拜登政府禁令 設出在中國這間最大晶片製造商 YMTC 是長江泉主的外籍員工 因為 凡是US人都不能 可以繼續幫中共的這些晶片商 或者半導體公司做事 從美國商務部工業安全 工業安全局 美國BIS發出這樣的出口禁令 這項政策轉變 是預示著美國 採取更嚴厲的措施對付中共 而未來恐怕不限於先進科技領域 而是擴加所有的戰略意義的領域 例如生物技術 例如製造業和金融 但是這個新禁令並沒有對中國實施 全面晶片禁運 中共國的企業 仍然可以進口較少的半導體 例如用於汽車 用於焗爐 這些其他領域 各位 你們聽到這裏 都知道有多慘 造汽車 現在無晶片 車都行不了 渡航不了 現在普通的出產 現在出普通的新車 無晶片 你看看 我們現在的車 大家無論在香港 或者海外任何的城市買的新車 有塊螢幕在那裏 電動汽車 就有副電腦在那裏 是即時 是跟天空的衛星 天地 搏在一起的 報了晶片 以後的電動車怎麼走呢 怎樣導航呢 怎樣去驅動 還有 未來是無人駕駛 即是說 你用電腦控制的車 這裏去那裏去 不用有司機在上面 沒有了晶片 走路都行啦 Lucy 是吧 現在它是 無人駕駛 無人駕駛的晶片 也都被全面的制裁 我是網上看的訊息 這次的制裁的起點是無限期追溯的 就是你買了之後 你又退回來的 所以現在你給了錢 你都要退回來這些錢 之後貨退回來的 是無限期的追溯 現在這個結論都是中國 已經沒有任何能力從事28納米以下的晶片了 現在暫時的訊息就是 這次的制裁剛剛何先生也提到 就是所有美籍人員幫中共從事這些技術的人 全部沒經過毀河呢 全部又回回來 現在差不多的最新的訊息就是 所有在中國那邊幫手 就是在科技上面幫手的人 全部集體辭職 又回到美國 如果他們不辭職的結果會是怎樣呢? 他們將來回到美國可能會被抓 如果他們在其他國家一旦被抓 然後就會被引導自己的國家 會受審 就是美國這樣抓他們 就是等於犯法 等於犯法 現在這個訊息就是去到差不多幾嚴重的 可能因為如果有一個訊息 可能我們朋友都知道 其實美國是這個供應鏈 就是美國是給大陸供應一些產品 大陸再去生產 接著它再翻出來賣給全世界 現在美國就斷了這個 可能剛剛何先生說的 就是 斷了它買腦 500 它自己都是選500 它是傷人1000 所以現在我們都在這裡 可能我們從另外一個角度去分析 為什麼這次拜登在這個二十大 就是前面的敏感的時刻 習近平就來 大家都感覺到他就來 就是順利連任的情況之下 重錘一擊 這個是為什麼呢? 還有對大陸的影響 還有中共會怎麼做 如果是這樣 可能大家明白 你高科技、高端科技沒有了 中端科技都沒有了 那你大陸之後 你還想像習近平說的 什麼科技、中國夢 那這個夢怎麼去做呢? 是不是你真的要回到低端的產品 放低貨的經濟 科技的打擊 可能是不是真的很大呢?何先生 不是可能的 是真的很大 不用可能的 你不要這麼保留了 看一下這些數字 現在美國公司 這些半導體公司 是佔全球晶片生產設備供應的 market share 41% 41%而已 四成幾 而中國 中共國自己 這些晶片生產 只是佔全世界 5% 或者更低 現在 剛才我提到的三家公司 applied materials kla 和lamb research 這三家公司 是 中國的生意 是佔了這三家公司的收入 30% 即是三成幾 這個這樣的做法 是想整死中共國的高科技業 特別需要半導體 需要晶片 中共國叫晶片 就叫做芯片 但是在香港一直都叫做晶片 包括台灣都叫做晶片 這次這樣的做法 我猜最直接的原因 有兩個 第一 美國一定在情報測度 中共是將這些晶片 相關的產品 是用來資助俄羅斯 去打瓦瀾 美國一定有這種這樣的 背後的情報收集 以至到數據收集 知道中共這些民用的高端技術 是用來用迂迴 改頭換面 喬裝冒充 總之 搓了招牌 一轉 就運到俄羅斯那邊 去幫助惡人去打烏克蘭 美國覺得是可忍屬不可忍 第二 是借助這次半導體圍堵中國 是要逼習近平 令到他施政上是無能 是令到他因為沒有辦法得到美國相關的高端技術 令到他的中國夢 是無法 如他所說 什麼自信 什麼自信 即是打破他 將來去 擴大中共這種科技版圖的夢想 是令到習近平難看 甚至不排除 是利用他二十大召開之前 你看看 二十大就是十月十六日召開 應該開整個禮拜 他在十月七日就宣布這個這樣的 全中國大陸的晶片 幾乎是要打倒你的晶片業的消息 是有意向美國拜登政府去影響習近平的連任的 一方面就是你幫助這個惡棍俄羅斯 你自己都是大惡棍 幫助二惡棍 給你看些顏色 所以長江全署 已經在商務部馬上就列入為一個未經核實名單 即是說要展開更多的盡職審查 Due Diligence 即是長江全署是中共國最大的晶片生產商 即是要捏死你 即是要你習近平 你執到永續執政 都是得到一個殼 這個殼 是類似1978年 是你做知青那時候 文革那時候 文革後奪 中國這樣的原始狀態 是跟世界先進高發展的數碼世界 是要將你打回頭 就因為你是與世界為敵 你是要向全世界擴張你的領土 不是領土 擴張你的影響力 要擴張你自己那種邪惡的影響力 包括資助另一個邪惡的俗心 俄羅斯 美國是要打殘你 不惜犧牲自己 一些本土 美國的一些晶片生產商的利益 例如Intel Intel是全世界最大的晶片生產商 如果這個制裁不斷實施 Intel要計劃大規模裁員 人數可能高達數千人 以減少成本支出 因為中共不可以再買Intel這些晶片 Intel是美國 Silicon Valley直谷的龍頭企業 所以既然中共不可以再買這些晶片的時候 Intel就是閉個閉加火 估計可能要裁員數千人 這個是一間大公司 其他公司都是這些晶片生產 很多間的 美國是自己的企業有損傷 但是美國在戰落上的需要 犧牲少少自己的公司 都要打殘中共 就是因為中共的邪惡行徑 以至到它邪惡的目的 就是要擴大 變成中俄的歐亞帝國 準備利用俄羅斯去打烏克蘭 下一步可能會對台灣動手 美國先發制人 先剝掉你的棚牙 先剝掉你的數碼牙齒 首先 起碼令到你在技術 在服務 在和美國高科技的交流方面斬攬 令到你再不能夠繼續擴展你的數碼的霸權 就是華為中興已經在特朗普時代 已經是拿來祭旗 美國現在你們會覺得跟你逐間公司說 太廢時失事了 我直覺行業將它剷起 叫你一鑊贖 這一招拜登比特朗普 每個都逐間公司叫華為中興 以至到當時曾經想砌TikTok的 甚至曾經打過微信 WeChat的主義 特朗普時代 但是現在不跟你逐家玩了 整個行業 團滅式的手段去阻止你的發展 Lucy 你說是不是很嚴重呢? 見到這份是中國半導體含乳協會的一個會議 它裡面有一個信息是留意到的 它說為了全球半導體含乳衛料 依賴什麼半導體 什麼發展一些多個下游的含乳 更會有數以百萬多的半導體從業人員 這個數字都顯示 是不是顯示了 其實這次美國的 這次的這個政策 都在中國那邊做成了 數以百萬多的半導體人員的工作呢? 所以這個也看到中國在這個產業面上的人手是相當之大的 是不是?學生 是啊 這封中國這個半導體企業協會的公銜呢? 其實 將這些數字寫出來呢 是有一些半球窯的味道的 叫美國手下流程的 你不要搞到幾百萬人失業啦 你不要搞到半導體的下游行業 或者是那些關聯的企業 沒有飯開 沒有生機 就是 講到哀鴻遍野 講到 那個行業幾乎被你屯滅那樣 就是 這封信本身呢 現在是很低威 哈 哈 也都沒有任何 就是看得出很明確的那些政治口號 哈 就是 就是 我們自己自力更生 哈 我們要 自己搞定自己的科技 自己的獨創的 的實力 我們有多少個自信 再不說這些東西了 是很低威的 那差不多是半哀求 美國手下流程 不過沒有用了 沒有用 因為 這個不是 中共半導體的行業的問題 出了問題 是中共自己出了問題 中共利用科技 這種的尖端技術 是進行它的政治滲透 進行它的國際政治影響力 以至到要取代西方的科技的 領先的位置 但是中共自己呢 就不是自主研發 那麼多高科技的產品技術 而是不斷 是加入了世貿之後 還是不斷去 去 嫖蝕西方的知識產權 去偷人家的技術 是用了很多非法手段 總之 能夠跟你技術轉讓 就技術轉讓 甚至強迫一些 在中國投資的高科技機業 要進行技術轉讓 我才給你在這裡賺 十四億人民的錢 最近的例子 最近的例子 Beyond Tech Beyond Tech 要準備在中國 製造 中共居然 中共居然 就要 這間製油廠的疫苗的 MRNA的技術 要它轉讓 要它將這個技術密碼 轉讓給中共 中共才給它開廠 采利也有味 這些技術是專利 也都是人家的 看家本領 給了你 原來你大量生產 這些企業 這些外資企業 在中國就是食西北風 你知道你中共國 有多少山寨貨 有多少不良的手段 你拿了我的技術密碼 開了我的隔晚 然後當然拿了我裡面的錢 然後我給了窮光彈 然後你就發到豬頭餅 這些科技的老闆 你以為他們是白癡嗎 怎可以容許你拿他的技術密碼 要你轉讓 然後才給你在中國做生意 一想一下正常人 Lucy 有少許常識也想一下 我把我的看家本領全教給你 然後教識徒弟沒有師父 然後我就黑米 你就是變成了億萬富豪 哪有這樣的生意 中共就是這樣 偷握拐騙 無所不用其極 居然向這些疫苗生產的巨碼 作出這樣的要求 你可以看到這些半導體 但是中共是一樣用這些手法 要人家轉讓 要人家將技術的那些所謂專利 告訴他們 所以什麼攻打台灣 中共那些教授都說 我們的目標不是台灣島 目標是島上的台積電 你看到台積電 你看到台積電幾危險啊 現在 就是想一下現在中共 會不會在台積電方面都會想一些 去報復一下 去反擊一下 何先生 講到報復呢 中共國可以做的很少 很少 不要以為它有很多手段 第一 就是如果它阻止一些美國 阻止進口一些關鍵的擴產 你知道半導體很多 是要一些稀有的金屬 是中共國裏面有的 如果你阻止 美國進口這些稀有的金屬 或者是一些擴產 甚至懲罰微軟 懲罰蘋果電腦 蘋果手機 又懲罰特斯拉 但是特斯拉這些大企業 這樣只會令到中國損失更慘 因為 中共國的經濟已經跟這些 大型企業是綁在一起 這樣就變成你 對付美國這些矽谷的巨馬 巨企 這樣就叫做殺敵一千 自損一萬 中共 更嚴重 第二 也都可能 因為中共現在經濟不好 你禁制這些巨企 在你大陸的生意 中共經濟還倒得這麼快 第二可能反擊 是放慢 在美國上市一些 中概股的監管協議 就是現在在香港做那些 叫做會計抵稿審查 可能放緩這些這樣的合作 但是這樣 都是不利於你中概股 在美國上市的 你都是想集資 那又是殺敵一千 自損一萬 如果對南韓 對日本 或者台灣 製出報復措施又如何呢 那 可以傷到這些國家 但是你這樣就令到 日韓 和你的關係 雪上加傷 你想去做 國際統一戰線 就變成了炮影 如果對台灣 又去玩它 又去戰機 又圍堵飛行 現在台灣已經說了 開第一擊 你無人機 以後再進來 進了我們的 軍事紅線 開槍 台灣國防部長 邱國正已經說了 現在我們開槍了 那就是說 中共願不願意 提早開火兩岸 所以 它可以制裁的 管夫實在很有限 因為 這些半導體 是在西方國家 特別美國 是捏住了龍頭 是執了這些行業的牛耳很久 剛才說了 是超近一半 都是美國 提供 美國公司去主導 你怎麼報復呢 是吧 不記得了 聽不到 聽不到 我最後請學生幫我總結一句就OK了 因為時間都差不多了 是啊 拜登出重手 是不是意味著中美在科技上面 正式的脫鉤呢 如果大家知道科技脫鉤也都影響到中國的經濟 是不是之後在金融方面都會脫鉤呢 香港會不會都會受到衝擊 全部答案都是yes 是中共國的科技脫鉤 第二呢 以後不會有中美的engagement 是因為 正如英國政府 政府 卓衛斯政府 說英國將會視 中共是一個fret 威脅 美國已經把中國 作為一個敵對的國家 的了 科技脫鉤 金融脫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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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元聯繫匯率脫鉤 不是可能是幾時的事 因為 將香港 將聯繫匯率脫鉤 甚至 制出swift SWIFT 那個美元清算系統 都不是天方夜譚 以下呢 美國可能 是看中共的下一步 如果對台灣有些什麼 真是不尋常的做法 一於利用西方歐美對俄羅斯 侵服烏克蘭之後 那種國際全面圍堵式的制裁 對付中共 現在這個灌道體 只不過是小菜一碟 還沒有去到棄育 所以 現在 應該是 中共國和西方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脫鉤剛剛開始 打響半導體第一槍 中共國如果不能夠 改變現在 習近平和西方那種對著幹 蠻幹 反美 聯俄反美的態度 現在 美國政府最慌就是 聯俄反美 所以 反吧 你既然這麼反美 我就反台 就和你科技反面 所以 中共是自焦的 你既然這麼靠別人 你高幹又 將加少和 你的 探烏得你錢 就全轉到美國 或者瑞士銀行 你這麼喜歡 你這麼喜歡 移民美國 你這麼喜歡 以美國為家的高幹 中共的權貴 但是你又向人民 宣傳反美 現在美國說不知 是啊 不如反台 大家既然你這麼討厭我 反吧 中共是自己拿來的 你本來就應該好地地 是與人為善 是要發展自己 你同時要借助外國勢力 但是現在你把外國勢力 當做阻止地球磚 反吧 現在反出火 美國跟你真的反了 現在 所以中共反美 是反了自己的反門 這個是如不可及 我都沒見過 世界上有這麼愚蠢的政權 我們今天到此為止 多謝你呀 學生 好 多謝各位網友 多謝你們繼續支持 多謝Lucy 下次再見 拜拜 好 我們下個禮拜五晚上的11點再見 我們見到有些觀眾朋友留言的 多謝你的留言 起碼下次大家多留多些言 多些鼓勵我們 支持一下我們 好 大家再見 拜拜 拜拜